除去微露的日子就要到了 加上近期菜家回问 民众纷纷提早到菜市场备掉囤货 而这几样菜就是菜篮族的首选 白萝卜榜榜上有名 不仅可以炖汤 可以煮火锅 还很耐放 但没想到在消极会日前公布的 市售白萝卜农药残留检测当中 仅有高达28%的白萝卜都不合格 其中台南还遭到点名 果然南市卫生局就在东区一间 生鲜超市 查出贩售的白萝卜农药残留与规定不符 违害卫生安全时因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七条第五项 主动停止制造加工贩售及办理回收 仍然有贩售问题产品 将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7条 有问题的萝卜都已经下架 卫生局也会针对市售蔬果持续监控 只不过都还没过年 国内食安就接连出现漏洞 从豆干干货到台糖猪肉 再到白萝卜 也不禁让民众心惶惶 欢迎新闻成为王军红楼北要台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还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